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这节课呢,我们来开始一个系列课程 Node.js之这个消息服务器开发 好,我呢是蒋师胡敏 作为这一系列的第一节课 我们会讲些什么呢,来看一下 这节课呢,我们主要是进行一个 现状的一个分析 以及我们的一个课程的一个整体介绍 那我们想一下,我们现在的一个现状 是什么样子的呢 一般来说,我们来做这个消息服务器的这种场景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什么技术呢 是HTTP还是什么 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当前的一个现状 现状是我们在使用HTTP协议通信的时候 由于绘画是无状态的 无状态的话就表示说我们这个绘画 过去一个请求,一个响应就没了 它没有一个状态的一个转变 也没有办法存储这样一个状态 第二个是我们在进行这样一个即时通讯 也就是当我们要用基于HTTP做这个即时通讯的时候 我们一般又采取了一种方式呢 最常用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被动式这个方式 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一个是轮巡 就是说当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去向服务器发起这样一个请求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获取最新的一个消息或者是数据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长连接 这个长连接是大概是什么一个意思呢? 长连接就是说我们这个客户端发一个请求到服务器去 如果没有消息那么服务器就一直不响应 那么这个连接就一直卡在这里 只有当服务端有消息之后 那么它开始响应 响应了之后那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这一次请求就算完了 那么再重新发一次请求去连接上 那通过这样的方式的话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长连接 那么这一种方式有什么缺陷呢? 很明显的一点 通过轮巡这种方式的话 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响应不及时 当然当我们把这个轮巡的频率加快的时候 那么响应是相对来说是可以比较及时的 但这个时候又产生一个新的问题 资源消耗 因为每发起和响应是请求 都会有对应的一些资源需要被消耗 那这个时候当我们频率过高的时候 那么对不管是对客户端还是对服务器 那么压力都是相当大的 所以说这个资源消耗包含哪些方面呢? 第一个是网络带宽 为什么说网络带宽需要是一个资源消耗呢? 我们一般都清楚这个带宽是需要花钱来买的 那这个时候如果当我们的请求量过大 或者说请求过于频繁的时候 那么这个数据包发送就比较多 那这个时候的话 相应的带宽占用的就比较多 那这个呢也就是一些资源的一个 网络资源的一个消耗 第二个呢是服务器资源 服务器资源消耗主要是哪一方面呢? 主要是它需要对我们每次发过去的一个请求进行一个响应 那这个呢也就是它的一个消耗 而实际上呢很多时候我们发过去的请求是没有消息回过来的 也就是没有拿到我们真正的消息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请求往往是做的是无用功 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带来额外的一些开销 那既然要发送请求 肯定是需要客户端来发送的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对客户机的一个消耗 这个呢其实在PC上 其实感觉不是太明显 因为总的来说这个消耗还过得去 但如果是在手机或者这种手持设备上 它们的电量呢是不是那么很多的 那这个时候这些消耗的话就相对来说是影响非常大的 这些呢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个消息分方方式 也有它的一些问题的一个说明 那接下来就该进入我们的一个课程 我们的课程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要选用一种方式来避免这些问题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课程 我们整个课程呢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呢是入门阶段 入门阶段有哪些内容呢 看一下 首先呢是我们的这个load nodejs的一个led模块 这个呢是主要是对这样一个TCP IP的这样一个 这个协议的一个封装 用它来实现我们的这样一个客户端服务器通信 那么这个呢是loadjs里面做通讯的一个常用模块 第二个呢是TCP双向通讯 TCP IP协议呢它是一个三次握手的这样一个协议 然后而且呢它是有状态的 所以呢它们可以进行一个双向的一个通讯 那么第三个呢就进入到我们这个基础聊天室这个服务器的一个实现 这个就是说我们自己先手工用代码来实现一个简单的一个聊天室 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这个socate.io入门 那什么是socate.io呢 这个我们可以立马看一下 什么是socate.io 好 这个网络呢有些慢 我们就暂时先忽略 socate.io呢其实它是load社区的一个包 它这个包是做什么用的呢 就是为了就是封装了这样一个websocate.io这样一个协议 而且还能够还实现呢我们关于这个轮群长连接这几种通信方式 的一个那个什么呢 一个一个用于即时通信的这样一个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类库 那么在它入门之后 我们就要用它来搭建一个基本的一个框架 然后之后呢我们就要用它来自定义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呢其实是它里面的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通过这个自定义事件呢 我们可以来进行前后端的一个数据发送 好之后呢我们就要实现一个详细的广播与私聊 因为发消息的话即时通讯这样一块里面的话 我们很多时候会有些什么需求呢 第一个私聊一对一的这样一个聊天 这个肯定是必须的 那么还有个什么呢 消息广播也就是所谓的一个群发 那么这个呢其实在真正的企业集这个消息应用中 那么是很常见的 而且这个socate.io不仅仅可以用来做聊天室 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即时通讯相关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的这样一个 那个股票的一个K线图 我们就可以用通过它来实时的更新这样一个信息 另外的话还可以用它来做什么呢 就是说一些工作流的一个审批通知 那么这个也是可以用它来做的 这个远远比其他的方式来得更直接 我们在浏览一些网站的时候 好像我们没有刷新页面 当我们有消息的时候 那么它也会有一个提示 那这种是怎么做的呢 很多时候就是基于websocate这样一个东西来做的 当然这个框架不一定就用的是 这个类裤就不一定用的是这个socate.io了 然后入门的最后一节课呢 就是我们这个socate.io的一个聊天服务器的一个大件 通过它呢 我们就可以来做到一个 可以来作为一个聊天室来进行一个使用 好 以上呢 就是我们入门这个阶段课程的一些内容 在学完入门的这个课程之后呢 我们需要大家对这个node.js的这样一个socate.io的这样一个包 有一定的一个了解 对nate模块的话 还是能够比较熟练的一个使用 然后呢 可以通过它来搭建一些简单的一个聊天室 也能够实现一些简单的一个消息推送和这个消息通知 好 在学完这个入门阶段的课程之后 我们就会进入到我们的一个进阶的这样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主要有哪些内容呢 第一个呢 是base64这样一个图片传输 因为在我们这个一般的聊天应用中 我们传输东西都是什么呢 都是字符串 基于文本的这样一个传输 那如果说我们有图片需要传输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需要 涉及到一个base64这样一个图片的一个传输方式 这个本质上呢 其实它还是基于文本的一种方式 只是说把图片经过编码 变成了一个字符串 那通过这样的方式的话 再去传输 然后第二个呢 是binary数据传输 这个是什么 就是说传输我们的二进制 我们的文件 大部分时候都是以二进制的方式存在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传文件就需要通过的 就需要使用的这个二进制的这样一个数据传输 所以呢 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 比如说一些文件的传输 好 第三个呢 是Soft.io命名空间的一个划分 这个怎么理解呢 这个呢 就好比这个网络游戏里面的这个分区的一个概念 比如说一区二区这种概念 这里面呢 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隔离 就是说 我们在一个命名空间里面的一些消息 它是很难发送 它是不能发送到第二个命名空间里面去的 这个呢 它的这个 这个概念呢 比聊天室要 比房间要大一些 因为在一个命名空间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有多个聊天室 但是呢 我们不能在一个聊天室里面有多个命名空间 所以这个呢 是他们是这样一个大小的一个关系 也就是说在这一个 socate.io这样一个后端 它能够开启多个命名空间 其实说白了也就是开启多个区 然后呢 在每个区里面可以创建很多聊天室的一个房间 这样一个东西 在学完它之后 我们就来再看一下这个聊天室的一个房间的一个划分 好 这几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进阶这样一个阶段需要学习到的内容 在学完这个阶段之后 我相信 大部分的一个即时消息的这样一个通信的一个应用已经难不得大家了 在学完这两个阶段之后 我希望大家能够掌握什么呢 就是说能够掌握这样一个传统消息服务系的一个搭建 然后呢 关于我们的二进制传输 图片传输 这些都能够实现 然后可以实现 这样一个聊天 多聊多聊天室的这样一个聊天系统 好 这就是我们进阶的一个内容 在之后呢 我们就会来到这样一个高级篇 这个高级篇 那不需要这样一个所有人都去掌握 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来进行一些了解和学习 这里面包含哪些内容呢 首先呢是这个消息推送的这样一个介绍 这个呢 是基于一些特定的一个场景的一个消息推送 第二个呢是mco.tt的一个基本介绍 mco.tt是什么 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看一下 mco.tt呢它是什么东西呢 它全称是这个 这几个 中文式一呢就是说 这个消息对立 遥测传输 它呢是什么呢 ibm开发的一个通讯协议 然后呢是物联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际上呢我们这个协议呢 大部分时候是用在这个物联网的一个平台里面的 也就是说 在传感器和服务器的一个传输 一般都是采用mco.tt的这样一个做法 那么为什么要使用它呢 看一下它的一些特点 因为我们物联网的一个传输 对这个它的网络呢不一定很好 而且带宽的话一般是比较小的 很多时候都是用了我们的这样一个手机卡的 2D的一个手机卡 那这种这种时候它的流量是带宽是比较小的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用传统的http这样一个协议的话 可能就不是那么好了 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采用mco.tt这样一个协议 它有几个特性你看一下 它是使用这个发布订阅这种消息模式的 然后呢它能够屏蔽了这样一个消息传输 使用的是底层呢使用的是这个tcpip 然后还有还可以选择这个消息的一个发布质量 这个什么呢 制作一次就是说 我发了我就不管了 我后面可能还会再发 所以说无所谓 然后第二种呢就是至少至少一次 那这种时候呢消息质量是比较高的 就是说我一定会确保消息到达了之后 我才不会再发 否则的话我就一直发一直发 那么第三种呢是只有一次 确保消息只到达一次 这个的话就是说 必须要保证这样一个传输的一个成功 而且也不会去多传 那这个呢要求显然就更高了 其他适合于这个物量网的一个特性是什么呢 主要是使用这个小型传输开销小 为了我们这个第一代为了在这个第一代宽下工作 所以呢它需要这个开销小的这种协议 所以说它的网路的流量的话就消耗的比较小 然后DNUG呢它是为了避免这样一个不稳定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说它有很多这样一个异常动装的一些机制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MQTT的一个介绍 更多的话我们可以去更多的去查一下资料 这里面有很多 那么之后呢就是我们MQTT的这样一个服务器搭建 MQTT呢它其实只是一个协议 我们要让它使用起来 所以说我们还需要对这个协议进行一些实现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才会有 才可以使用它 那么这里我们就会先搭建一个服务器 然后呢来解读一下MQTT的这样一个协议 接下来我们就会基于load.js的这样 来实现一个MQTT的这样一个客户端 之后呢我们就还再会学习到和MQTT相关的一些东西 比如我们的这样一个主题数 还有访问全线控制列表 然后呢是全线控制 最后呢我们还做一个性能测试与分析 这样呢来说明我们这个MQTT这样一个协议的一个 在这个物联网方面的一个优越性 这个呢其实是 在一般工程中是很难遇到这种东西的 所以呢 这个地方就需要我们大家通过一个兴趣爱好 来进行一个学习 所以高级片呢不要求所有人都去掌握 但是也希望有兴趣的人可以在这里面能获得一些灵感 希望我在这儿呢能够做到这样一个抛砖语义的一个作用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高级片 在这个高级阶段学完之后的话 我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个MQTT的一个协议有一定的了解 然后呢可以用基于它来做一些 嗯消息的一个推送 好 这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一系列课程的一个三个阶段 好 总结一下 这里呢其实就是指在为大家提供什么呢 多样化的这样一个即时通讯的一个解决方案 在这个单聊 因为就是我们的一个私聊群聊也就是我们的群发或者是聊天室聊天 房间里聊天 然后文件传输 刚刚我们说了二进制传输 然后 Base64图片传输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离线消息系统广播 这些方面做一些系统的一个讲解 然后呢通过此课程的一个综合学习呢就能能够满足绝大多数企业在这个实时通信这方面的一个需求 同时呢课程中的这些技术 因为是因为都是基于这个load.js的所以呢它是可以进行这样一个跨平台的 我们完全可以做到在web端发了消息 然后在安卓端iOS端都能够收到这样一个消息的一个推送 所以它呢也是非常强势的 另外我觉得很多人都想有一个拥有一个自己自己的一个即时通讯的一个工具 那么通过这一系列课程的一个学习的话 相信能够让大家能够做到这样一个这一步 好希望这样的一个课程呢能够引起大家的一个兴趣 那我们下一节课呢将进入我们正式的一个学习阶段 那这节课我们就先到这里 下节课再见 再见